今天我们要学的一些主要任务是要来做这么几个案例 总共是六个案例 就是我们就业班的这边的课程都是通过案例来驱动的 跟基础班应该是有一些差异的 这个大家应该要去要去适应这一种教学方式 今天我们要做第一个案例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网站 网站信息案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个 第一个内容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在今天的资料中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这么一个 一个网站 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面是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 文件系统的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一个文件夹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html 这些文件大家之前有没有去看过 就是这种扩展名语以.html为结尾 在大家做这个练习之前 记得把这个勾去给勾上 文件扩展名 有些同学可能打开了这些资料 他一看这里面没有 老师跟你的不一样 这里面没有.html 你忽悠我的 这个是 稍微要注意一下的地方 那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案例的话我们就是要去 打开这个网页 双击他就直接可以打开 这个 是因为我装的是chrome浏览器 所以他现在 的一个图标就是chrome的 图标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面 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不是 长得还可以啊 啊 这也这也太丑了 这一个网站的话 大家会 至少 这一个网页大家至少会写两遍 就是我们第一天的课程是用 是用一种简单方式去做出来的 然后第2天的话 就是我们学 CSS那天的话 这个网页会去 再做一遍 讲到后期的第1个 我们的第1个三层项目的话 就是也就是在第1个月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也是 去做这个网页 所以这个网页大家在后期的学习过程都会非常熟悉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第1个案例就是 就是 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网页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 当然这个页面是不是还是有点复杂 我们只做 中间这一块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对吧 做中间这一块应该是比较简单 那我们 中间这一块 虽然简单大家 能做出来吗 首先问一个问题 可以做出来吗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网站里面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地方 首先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公司简介这个字体是不是比较大 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线 还有这里面是几个段落 这个段落中间有一块特殊的位置就是这一个 红色字体吧 那这个是这一个网页 中比较特殊的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牛是使用 超文本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页面 那这个东西该怎样去做呢 用我们的普通文本肯定是做不出来吧 我们用我们在这里去新建一个 比方说我在这里新建一个tst文件 这是一个普通文本对不对 那我直接打开 比方说我在这里面直接去输 输出这一个公司简介 我是没有办法去修改它的一个字体 也没有办法去修改它的颜色 是不是这样子 改变不了吧 但是这个东西 大家以前有没有去 改过 就是改字体啊 改颜色啊 你们之前应该是有用过一个工具就叫做 Word对吧 我去也去打开一个Word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面去写一首诗 写敬业诗吧 敬业诗 敬业诗 然后他的作者 作者李白 然后他的 第一句是床前明月光 地上写两双是吧 地上写 写两双 然后呢 没有了 举头望迷月 举头 举头望迷月 低头失故乡吧 都快过年了 大家还在这里 犯客 失故乡 重新迷月光 地上写两双 举头望迷月 举头失故乡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首诗啊 这一首诗我们把它 拷贝到我们这个普通文本中 它也是能够正常显示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看一下 是不是显示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 那我们还是在 博的中去编辑吧 假设我现在要做的一个事情 我 我想 这个进入诗是一个标题吧 它是一个标题 那我该怎样去做呢 我把它直接走进入诗 这个双加字 变成一个标题 我们是不是 直接在诗上面去选一个标题啊 选一个标题 那这边就是 显示出这样的一个标题出来 对不对 那这一个作者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对他进行一些处理 比方说 我想去把它的一个字体 加粗啊 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B标 选中它 然后再去点这个B啊 如果让它斜的话 是不是还可以去点一个I啊 它现在就倾斜了 那现在这些东西呢 这首诗的话 它是 在我们的word中 显示成这个样子 我把它Ctrl C 然后Ctrl V 到我们这边 在我们的普通文本中 是不是还是 原来的样子啊 那我们 今天要做的一个事情呢 是要用我们的超文本来显示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学习一下 什么是超文本 什么是 它的一个概述了 那超文本的HTML HTML它的一个英文传证是 怎样是吧 叫做 Hyper Fest Markup Language 叫做超文本 超文本 标记语言 超文本标记语言 在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两个内容 一个是 超文本 我们对这一个文本去做一个 拆分吧 超文本还有一个是标记语言吧 对吧 那什么是超文本呢 刚才大家有没有对比出来这个 这个超文本还有 普通文本之间的一个差异啊 是不是我们的超文本可以去改变像这种 添加样式修改字体加粗啊 倾斜啊 当然我们还可以去改变它的一个 改变它的一个颜色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这个超文本的就是 它的一个 大致一个概念就是比普通文本 比普通文本 功能 更加强大吧 可以 可以 添加 各种 样式 而标记语言呢 那什么又是标记语言 这个估计大家没有去学习过 那是通过一组标签 来对 内容 进行 描述 像这种概念性的东西 大家 基本上不用去记这个 这个东西啊 这是 他 在这个里面标记语言 他是通过一组标签 来对我们的内容进行描述 那什么又是标签呢 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 如果去逛过超市啊或者 逛过超市场 那些 商品上面是不是都有一个标签 贴的一个 价格标签 还有他的一个商品名称 那我们 只要看到这个标签的话 我们就 大概知道 这一个 是一个什么东西吧 这是我们通过标签来认识的 而在我们的 HTML中它的一个标签呢 是 分为开始标签和结束标签 由一个 天口号 加上一个关键字组成 关键字 然后我们就是来学习一下怎样去 做它 那我们首先呢就是来学习一个入门案例 还是在我们的经验师的基础上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那我们的 HTML文件呢 我们要怎样去做呢 我 我这个文件在这里 我把它保 我把它保存一下 关闭 关闭之后 一个HTML文件它通常都是 以HTML结尾的 HTML结尾的 一个文件 那我把这个东西 前面也改下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入门案例 或者改成我昨晚写了一首诗 一首 诗 是吧 小学书读得不好 不好意思 我昨晚写了一首诗诗都打不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把它这个HTML 我把它文件扩载名改了之后 我点击这个确定诗 诗之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图标数变了 默认打开方式的话是以我的谷歌 浏览器打开 那如果大家修改之后应该是跟你们 本机器上的一个默认浏览器是一样的 我现在就可以去双击运行一下它 大家看一下 刚才我们的一个显示是不是正常的 在我们的普通文本上是显示正常的 而在我们的超文本中 在在我们的超文本中 它是显示是有问题的 这个东西 在我们 我们在Word中 我们去换行 还有我们去添加标题 是不是我们可以直接是一个回车 还有 修改它 那在我们的这个 普通文本中 它就不一样了 我没有 我要怎样做才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就需要 我用这个notify的加加去打开它 打开它之后 我要 给它加上标签才行 给它加标签 刚才我们在这个Word中是给它加了一个标题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个H 在这个HTML文件中 我可以这样子 我可以写个H1 这个H1的话 它是一个 标题标签 那我再写它一个H1 标签通常都是有开始标签和结束标签 大家看一下 我们要修私的内容 我就把它放在 开始标签和结束标签内 刚才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是不是它是通过一组标签来对我们的内容进行描述的 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 标签 我把这个东西改好之后 改好之后 我现在就加了一个标签 那我现在再来双击我们的一个 文件 大家看到这个效果没 它是不是就写出来我们这个进页 这个丝好像又 这个丝偏差太大了 还是修改一下吧 是不是 它现在写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在我的 我在我的键排上按住Ctrl加R 就可以刷新这个文件 当然这里面的话是由于内网通的一个 快捷键 大家把这个快捷键也去掉吧 大家把这个快捷键去掉 可以加速 后期的你标签起的一个速度 就是这个快捷键去 热键设置里面去把这个勾给去掉 这是我昨天新装的电脑 所以这里面还是会出来 OK 我改了之后 那现在我在这里面 我啃去往一刷新 我这边是不是没保存啊 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我在这边啃去往一刷新 大家看到 我这个丝是不是就 这丝是已经修改过来了 那我在接下来的话 是不是这里面的话 这个李白的话 是不是也应该换行啊 是 那在我们这边 在我们的普通文本中 大家看一下 在普通文本中 它是正常的一个显示的样式 而在我们的超文本中 所有的东西都要通过标签 才能去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那在这一个里面 要怎样去换行呢 这里面就是要去再讲一个 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标签 是一个BR标签 这BR标签它是一个 没有内容可以修饰的标签 可以我们可以称之为是 一个 叫做简单标签 或者一个空标签都可以 那我把这个东西 我Ctrl S保存一下 Ctrl S保存之后 那我现在在 Ctrl R一刷新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就换行了 就是在这个里面 我们下面的这个 床前明月刮 地上写两刷 这些 是不是可以 当做一个段落来处理 在这里面是不是可以 当做一个段落来处理 在我们的Word中 它同样是有相关的一个段落 多设置的吧 是不是 那在 在我们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是 需要用 可以用段落标签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这个BR标签 我们直接在这个 在 每一行的屁股后面去加上一个换行 大家看一下 哎我可能去玩一刷新 现在这种丝是不是就显示正常了 但是呢 这个BR标签它只是一个单纯的换行 那我们最好 一个通常一个段落 我们是可以用一个 P标签去包裹它 我们用这种标签去包裹它之后 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的话就是 我们用P标签包裹它之后 那我们后期的话 可以通过 CSS样式 直接来控制这个 P标签 然后在改里面的那种 而我们的BR标签 是不是没有去包裹它 没有包裹它的话 我们就 不可以通过 CSS样式来修改 这里面的样子 那我们 通常如果一个段落的话 我们最好还是用这个P标签去包裹 OK我把这个东西改好 这里多了一个 然后把前面的这一个东西 Ctrl C Ctrl V Ctrl V 那 我在这里 Ctrl A刷新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东西是不是 现在就显示 显示出来了 显示出来之后 那这里面的话是有 跟 跟我们这个换行标签是有一点差异的 BR标签的话只是单纯的在后面去 在行的末尾去做了一个换行 而我们的P标签 会在 行的前面 还有行的后面都去 增加一个换行符 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差别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将这首诗给做出来 啊 那现在我们如果想将这个 李白 这个做的李白我去加出 我该怎样做呢 如果我 我现在想将这个做的李白 加出 我该怎样做 我们在博者中 是不是用这个 选中这个李白之后 选中这个李白之后 去 点击这个B啊 在我们的html中 它实际上也是 它就得通过标签来做了 加上一个 B标签 这个B标签就是一个加输的标签 哎 我把这个东西 呃 开始标签写好之后 把它拷贝过来 我们在我们的网页中 Ctrl一刷新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就加出了 如果我们要让它解体的话 标签还是可以嵌套的 标签可以嵌套 我们把这个东西 写上一个I 然后再写上一个I 呃 记住大家在初学阶段 最好还是这样子 就是先写开始标签 然后再写结束标签 这个标签 现在这样子 大家能理解吗 能不能 能不能理解它这样的一个写法 这里多写了一个 我把这个去掉 那我们现在是写了这么一个 欠套标签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 Ctrl一刷新 这个字体数据变 谢谢啊 那这个案例大家找到了没 如果这个案例找了的话 大家 HTML基本上就会